据多家英国媒体7日报道 英国国防部证实 近日在北大西洋某处海域执行绝密任务的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核潜艇 因艇内起火被迫停止执行任务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事故发生在大约6周前 当时胜利号核潜艇的一个电力部件着火 指挥官命令潜艇浮出水面 所有船员都被要求参与救火并搜寻可能发生的其他火灾 由于有被俄罗斯卫星发现的风险 英国核潜艇很少在执行任务途中浮出水面 英国太阳报称 英国海军这艘前卫籍核潜艇 因在水下发生立场性命攸关的火灾 不得不终止一项绝密任务 当时胜利号核潜艇上携带有三叉戟二型前射弹道和导弹 事发时这艘核潜艇上有超过130名艇员 包括不当值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接到了行动命令 报道援引英国海军消息人士的说法中 火势被迅速控制住了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 皇家海军每名海员都是合格的消防员 这确保了我们的舰船和潜艇 能够迅速和有效地对此类事件做出反应 在艇长宣布发生紧急情况后 这艘造价30亿英镑的核潜艇 在北大西洋一处海域快速浮出水面 以排出有毒气体 在评估损失后 艇长命令这艘核潜艇返回位于苏格兰法斯兰的克莱德海军基地 英媒报道指出 这艘已有30年历史 早就该进行一次大修的核潜艇 是为提供不间断核威慑而进行巡逻的 四艘英国海军潜艇之一 但据了解火灾发生时 胜利后不是在执行此任务 英国海军发言人对此称 这一事件没有影响到持续的海上威慑力量 但我们对潜艇行动的细节不予置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